高舉雙手雙腿盤坐 熱血年輕人開心合照 但仔細一看 他們全是坐在鐵軌上 穿上浪漫長裙和牛仔外套 長髮美女側臉望向遠方 但為了取景 她同樣也違規坐在鐵軌上 這裡是台東泰馬里站平交道 看起來很一般 但之所以會讓大家真相來這裡拍照 全和這部卡通有關係 因為相似日本卡通灌籃高手李 情子揮手和櫻木 四目相望的經典場景而爆紅 但儘管告示牌就在旁邊 遊客還是不顧安危 佔據鐵軌拍照 這樣的危險動作讓人看了 忍不住替他們捏把冷汗 這超像 真的嗎 很像 很像那個卡通版的那個 就感覺櫻木一樣 卡通場景實地就位在日本神奈川 蓮艙高校前站旁 吸引許多旅日遊客造訪 而近年爆紅的台東泰馬里站 平交道 不管是平交道火車經過 還是後方大海映襯的美景 都和卡通場景如出一測 但爆紅的結果卻是亂象從生 闖鐵軌拍照可處罰還 一千五百元到七千五百元 但因為不守規矩的遊客太多 方不勝防讓台鐵很頭痛 本所每次到假日的時候 都會編排泰馬里平交道的守望前路 來加強向遊客來勸導 不得在鐵軌上路線上來行走拍照 只是罰錢事小萬一真的發生意外 恐怕後悔也來不及 這時陸問生台東報導